在郁闷地结束了巴黎奥运的征程后 日本乒乓球运动员张本志和 今日在设媒发文 正是总结了自己的巴黎之旅 尽管未能拿到一块奖牌 张本志和依旧称自己变强了很多 并表示自己在一定程度上 满意这次参赛经历 希望人们不要否认他的努力 这届奥运会上 张本志和的战绩很不理想 混双止步首轮 男单止步四分之一决赛 男团则仅仅拿到第四名 而在出征巴黎前 张本志和曾豪炎 要在自己参赛的三个项目中 都拿到奖牌 现在他被狠狠地打脸了 巨大的挫折 巨大的挫折面前 张本志和一度情绪崩溃 在男团输给瑞典的赛后 他当众哭泣 并声称自己接受不了这一切 宁愿去死 此外 张本志和表示自己不想再拼了 昨日 日本男团在铜牌赛中输给了法国 张本志和两手空空地结束了巴黎征程 经过了一天的调整之后 他的情绪稳定了下来 并在社媒发布了自己的奥运总结 以下是大概内容 奥运会结束了 我参加了三个项目 但都没有拿到奖牌 我当然会遗憾 不过 虽然没有拿到奖牌 但对于在这个过程中的拼搏 以及在奥运会上的表现 我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满意的 在比赛中 我确实感到自己变得更强了 这样的时候有很多 但是体育就是这么残酷 有时候你打出了好球 也不一定能赢 我们控制结果 但努力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事 我真的认为 不能仅仅因为最后的结果 就否定了一切 很感谢大家 有意思的是 8月9日晚上 巴黎奥运会乒乓球男团决赛 中国男拼以3比0击败瑞典队 实现该项目奥运舞连贯 在同一天 输给法国队无缘铜牌的 日本队队员张本志和 和队友们一起在巴黎的一家中餐厅吃饭 并且观看了男团决赛 看起来也是相当的让人心疼啊 而张本志和接受中国记者采访 谈到有中国粉丝支持他的时候表示 可能我这次办决赛输得有点可怜 所以安慰我 可能下次我打好了 又要被说 确实给中国队加油是他们的第一位 和外国选手打的时候 希望能给我多点加油 我就很高兴了 有时间再次说的吧 中国决赛输得有点可怜 他们给我安慰我吧 下次我又打好了 可能又要被说 确实 还是给中国队加油 肯定是第一肯定是 当然是 我和别的外鞋打的时候 希望给我多点 给我加油 我就很高兴了 谢谢 不得不说 张本志和脑子还是相当清醒的